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欢迎回到1月29日的《声鱼红钟》 教授,今个星期,香港似乎多了些新闻 主要是,你现在看到这个星期的雷历风行 自然周末雷历风行的一些风区 风小区,风小区 你知道我们香港一向都没有所谓小区的概念 现在用的字眼全部都跟着大陆 林郑说的说话,斗争语言全部都是大陆话 但不管是否能做到,因为你现在风区 其实跟我们现在看到的 那些确诊数字,那些来源的地方 都不是很相符,其实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即使是第一天,你看到在庙街那些 其实就是,庙街那一次,风区 你找到多少个?13个人 对,相对于 根本上,相对于他那两天 其实是10%左右的事 是完全没有关系 之后下来更差,昨天是不是北角? 北角有一个 其实是四百分之一 昨天四百多个人只有一个 再前天更加好笑 三百多人一个都没有 对,三百多人一个都没有 其实这些不是做秀是什么 就是你给人的印象是很差的 就是等于你说政府做事 是靠谷的 是靠谷的 你封个区 又不让人出入 又有介事 又派罐头 又强迫银炎 二本之后原来 有几个问题很有趣的 第一 就是 尤街那一次只有四个 只有十几个 就是 之前另一区 就只有一个 一个都没有 昨晚在北角是一个 是 那你 给人的印象就是政府做事 靠谷的 靠谷 没有数据基础的 以及是犯政治化 因为其实你现在做这些东西 就主要叫做办公 我们以前就是有一种所谓办公 就是办做事的办 对啊 没错 不是真的做 是吧 就是做事 做事办公 因为你看到 就是其实内地的 衛健委的那些专家 真光一早就说 你们根本上 你做的事都不到位 是啊 现在你党媒那些又说 你不是战争状态 没有战时意识 是啊 你看到 你看到述职那时候 哇 林郑 整块面 那些面色 看到她的样子 是视像述职 就是 那些打燈 不知道为什么打到 就是像一只鬼 那样的 好像民伟 打燈都在帮她的了 不过你看到 你听一下 习主席说的说话 对港澳办 港澳两地的特首说的说话 他就差异了 是两回事 是 你不刻就算是假 是啊 林郑 拼到尽了 明知今次会上去被人租资 他真的临续 不用 不用 特杂了 特杂几区交货给你了 是啊 已经交货了 都搞成这样 都搞成这样 这些事情你又骗不到 就是习主席 其实你知道他都是 日理万机 什么都要管的了 是啊 你看到他的样子 对着你都没什么好笑容 是吧 就是你见到他的样子 哇大哥 为什么我现在跟你 视像会议 搞得像问米 一样 一类似的 为什么你的样子 哇 就是灯光又照到 又照得衰 蓝蓝青青 其实面色又衰 是啊 就是你有些笑容也好 是不是 你旁边坐了两个人 一个是駱惠宁 一个是特首办主任 就是那个叫什么 陈国基 两个戴了口罩 只有他看到他的样子 是吧 大佬 就是你好心理 又皱了眉头 跟着又好像死老爸 这样的样子 看到你都不开胃了 习主席 是不是 他现在这样的环境 看到老板 当然面色不好 是啊 变成了香港人 面口不好 是啊 就是两种口面 都是不好的了 那他就说 他说 习主席就说什么 就是说 你爆发第四波疫情 又对市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造成较大威胁 亦都对工作生活造成很多困扰 我很担心 很困扰 哇 这些说话 以前很少说 大哥 你猜香港人受不受落 我猜就 听了当我说 受不受落 习主席说这些 是啊 就是这些事情 问题就是 现在你做些事情 是不是对症下药才行 相对于何一臣来说 何一臣 真的有点笑容 是啊 三百多天就没事 怎么说 对着何一臣就说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你们快速反应 措施有力 在较短时间里面 控制着疫情 连续超过三百日 没有本地新确诊和确诊病例 赢得澳门市民和各方面高度赞预 哇 大哥 互相多远 何一臣当时是封关 是啊 是封关 害臣死都不肯 死都不肯 冒犯了国内同胞 连向了国内两地人民感情 是啊 何一臣是封关 现在被人赞 是啊 这些是小人 何一臣有没有说要买国药 有没有说要买那些科兴 来刷鞋 他会买 但他说任你选 任你选 香港特首说不让你选 是啊 还有说真的 何一臣那里买澳门的份量 那里买了百多万 百多万 其实已经够全澳门用 而不用用科兴的国药了 是啊 根本上 你自己去买科兴 又买国药 这些又没有第三方数据 接着你现在 其实是拆鞋为先 大哥 国药那里 你打算买国药 科兴那些 现在你本地的专家 你都不太买 是啊 你科兴你都是没有第三期的临床数据的嘛 所以这些专家就说 过去香港有些药物 专业要求很高的 你现在第三期报告又没有 以这个疫症为名 打破了这些标准 实际上做坏规矩 简单说 目的就是拆鞋 是啊 而且你最近看到这些报告 有个研究报告说 什么 越来越少人有兴趣打疫苗 是 对 一半都不够 是 接受打国产疫苗的 只有三成 是 没错啊 你这些做法就丢尽国家 是啊 明明 你不做也反而没事 你做完这些东西的话 你以为拆到鞋 实际上 暴露了 那只药物的一些缺陷给别人看 我觉得中央看到 真的更加不高兴 是 那你们拆这些鞋子没用 大哥 你自己委任 那些本地专家 都在那里说 大哥 你不是说科兴 你就算国弱 你自己一厢情愿 你自己神女有心想拆鞋 都没意思 你现在恐烦的 就把你揭露了 你第三期临障数据报告都没有 如果你这样也要搞的话 那你不如解散整个专家小组去吧 是啊 事实上 他现在很多做法已经是这样 是啊 就是你说袁国勇 都不知一次站出来说 政府有些事情做得不好 也没有问过他们 也没有问过他们 疫苗政策没有问过 是不是 接着那些什么封关 那些什么 就是那些东西全部 人家说了他就不听 人家说了他就不听 自己做完之后 又说问过那些专家 那些专家去苹果那里揭露你 是啊 不止一次了 就是了 大哥 所以为什么那些香港人 不肯去打疫苗呢 就是因为你政治上面失信 没有的了 这个政府没有失信 你看到林郑月娥说话 她的口就说得很硬 但实际上 每一次短期之内 都会被人揭露她 揭露她说大话 再加上你老实说这次封区 封几日区 真的是靠谷的 就是宅骑仔 效果出来就完美了 是啊 而且他之前事先张扬 要特杂封区 特杂封区 多惊 多惊 你行不觉意行 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说过很多次了 大哥 你特杂封区 你突然间 你几个警察 街头街尾 然后在那里跑 在那里狂奔 然后在那里封区 大哥 你在做什么 有些人 他们那些人 有很多居民 他们自己不在家 然后你封区 他自己来探朋友 是啊 或者是那些社工上门那些 是啊 那你能不能让人走啊 好笑 真的搞到 搞到这么大印象 那派官头 你是没有 你是没有基于任何 就是你现在不是客观科学 你不是因为那里是液下 你不是因为那里是零射多 那个什么屋语结构 什么垂直传染啊 你不是因为这些东西 你现在就好像扎骑仔那样 他自己都爆响口 好啊 他周二那个记者会就在那里说 我们正在那里默释 是啊 什么叫默释 就是他想做 看看谁不幸運 就是 就是 就是他总有一个理由的 我说突然间那区有两件个案 那他就用这个理由围了你 那一单问题 这些是断股 第一就是 第二就是围完之后 你的效果也证明你断股错 是啊 就是破坏政府的信用 对吧 现在被围了一整晚那些 两晚那些 你一个都得不到 那他就很无辜 对吧 那你围了两晚 那些商铺 那些食材都没有了 又不能 那他就很无辜 就说到没有赔偿 对吧 说到没有赔偿 真的 是啊 那你这样做事怎么办 政府 你现在做了些事情 又没有实质需要 证明不到效果 接着呢 那些代价 就有香港人帮你背了他 嗯 接着呢 你就很威威 很威威 我封区 特杂成功 那这些做法 完全是 就是 那些事情 就会发表了声明 那些事物 那些事物 相对于 中国 澳门 台湾 香港可能就 不太好 但是相对于世界各国的水平 都算是相當作卓越的 即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但不關你的事 不好意思 即是香港人 即是就算你現在你說的那個 即是確診數據 相對上是表現是不錯 都好 那個不關你的事 那是因為香港人夠自律 香港人自律 我覺得是 即是這個很明顯 即是如果你說相對於歐美來講 即是香港人願意戴口罩 這個是最重要的原因 是的 沒錯 即是就算在你來說 其實你現在你起碼不會說 即是香港人都算好欺負的了 香港人算好順悍的了 荷蘭因為你封區封城 就搞到示威了 是啊 香港人雖然對政府很有意見 醫護一早已經提話封關 但是政府就不肯 但是香港人怎樣不滿意也好 即是我相信在過去的一年 政府提出了什麼措施 絕大部分香港人都配合 沒有說搞到要衝擊政府 沒有說扔雞蛋 但是你政府每次都是違反民意 現在還說要追究一些醫護 扣他人工 扣他人工 即是認真討厭 即是現在做這些事情 你根本自己做到不到位 香港人已經很乖了 現在香港人能夠保持著一個較低的死亡率 相對上 那些人都算是勉強還可以 主要關鍵原因就是香港人真是配 真是自動自覺戴口罩 這是很關鍵的 嗯嗯嗯 即是你要什麼工 關於屁事什麼講述一點 就是這樣 這個政府 那不關你的事 其實根本上現在香港人就有一個共識了 香港人自己搞得好 香港人的公民社會 是自己是可以很成熟 是自己夠自律的 是不需要你政府搞自己在那裡枉作小人又做這些做路 是吧 其實這些是只有擾民而已 最慘的是他現在正在破壞香港的公民社會 用進各方各種各方 沒錯 香港的公民社會是很成熟的 有成熟的一面 其實有些事情都不用你政府干預 公民社會自己會解決 嗯 但是問題是你政府現在千方百計 打壓公民社會 是 現在公民社會自動解決了很多問題 好了 如果你打壓成功的話 每個人都對其他人不信任啊 每個人都玩篤灰啊 老師不敢說真話啊 記者不敢說真話啊 那麼這個社會 公民社會就真的被你敗壞了 那麼跟著那個問題呢 很多意外能夠自我療癒機制都沒有了 那麼這個就是 即是德區政會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根本是 根本是殺死了香港的 不是建設香港的 即是林鄭月娥這個人 事先張揚 特襲封區 目的就很簡單的嘛 就是說之前做些事情給爺爺看 塞了那些衛健委專家的批評 那麼但是這個問題 你看到現在做出來不是 完全沒有效果的 你怎樣向香港人交代呢 他就是投其所好 真的很過份 他現在就是投其所好嘛 很過份 跟著又是用回那招了 即是其實是一些販賣中央恩情的嘛 你就看回別人何一誠啦 販賣恩情是不是人家逼你做的 何一誠有沒有做這些事啊 何一誠是不是有沒有一定說 我買國藥啊 疫苗我要求中央啊 其實快點給我打 有沒有啊 你希望不見到何一誠 開口埋口啊 感謝中央啊 感謝習主席啊 你不需要啊 事實上說這些這麼噁心的說話 你不需要啊 就是你個人廢嘛 問題是你個人廢 而又覺得自己厲害了嘛 聽不到任何人的批評啊 是不是啊 所以你現在看到呢 我也覺得很出奇啊 即是他現在說搞一個SIM卡 或者實名制 他説要搞一個月珠心 其實這個也很少有啊 一個月啊 是的 即是到了今個月底 接下來一個月底 二月底的 但是那件事呢 其實這些事呢 坦白說 我看到雙經局今天走出來開會 又在說 嘩 真是很糟糕啊 現在的網絡罪行 很多人害怕 那些什麼遙控炸彈啊 是不是 用手機那些什麼 即是要用手機那些開啟啊 接著又說什麼 又說那些什麼 電話詐騙啊 又不靜止啊 其實電話詐騙 其實不一定是 我看到很多電話詐騙 都是境外的 坦白說 境外根本就沒關係 現在的好笑就是 境外缺免的啊 是啊 現在境外缺免 通常我收到電話呢 如果你說那些詐騙那些呢 你有個郵包還沒拿 郵包還沒拿 郵包還沒拿 很多是大陸電話打來 接著又說你公安 又說你現在犯了什麼法 在大陸 你快點會錢過來 跟我疏通疏通啊 你通常如果你說說 網絡犯罪這些來講 詐騙這些呢 是來自大陸多的 坦白說 大陸也有 海洋也有 有些古靈精怪的地區也有 是啊 但是他現在這個就說 講得這麼嚴重 要做做事 但是他的條款就是 海外豁免 是啊 那即是怎樣 那即是怎樣 那又是欺善怕惡 是啊 就是跟這個封區封城一樣 欺善怕惡 找一些好欠的人來 找借口 但是呢 其實你究竟想做到些什麼呢 其實很清楚 即是你就是盜絕那些所謂太空卡 盜絕太空卡 那個意味在於什麼呢 監控你們 監控吧 坦白說 即是握殺公民社會 就是 簡單說就是這樣 不用說到這麼虛偽 大家都知道的 特區政府的虛偽面目 大家還會有幻想嗎 是吧 即是我覺得你講這些話 你騙不了人 只是覺得你可恥 我覺得 即是你看今天的記者會 即是 你要服的就是那些官員 講大話 講到好像 好像當作無事 即是這些真的叫無恥 即是這種無恥 即是這種無恥 就經過一段時間的鍛鍊 原來真的可以的 即是幾無恥都可以做得出的 嗯 但有些人說 這是什麼 是鴨寮街最黑暗的一天 我覺得還未至於的 因為鴨寮街 即是你看一下怎麼看 如果你說買本地SIM卡 來說 這些是煩到遊客 是啊 沒錯 你對於遊客來說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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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無論如何 這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遊客那裏 其實很多如果你說 來自那些大國 那跟香港都有一些 即是那些叫rooming 是啊 agreement的那些 萬遊的那些協議 通常都有的 但有時候就不一定的 其實是 如果你說論底來說 當然是如果你說去鴨寄買SIM卡 其實 是 那這件事 我覺得 即是你說 就算你買太空卡 那些多出的那些 那些什麼人呢 那 即是你或者是 可能是什麼 Dark Web 那些什麼深層網絡 那些人多 其實 那些股客仔 包括股客仔 那些股客仔 那些股客仔 老實講 香港有多少人 會買那些太空卡 如果真的要 真的要買的 你現在在香港 很容易買到一些 海外的太空卡 是吧 即是可能貴一點 但是如果你有這條例 需求大增的話 可能 需求增加 供應增加底下 價格是會回順的 即是這樣說 如果你說 拿來犯罪來講 犯罪 那你起碼 其實 即是你犯得罪 我想 他那個金錢的利益 那個誘因 應該不會小 是吧 即是如果你可以 照去鴨寄買卡 但其實你又不到 那些外國的太空卡 現在香港又用得到 那我相信 這些罪犯 是不會淪息多幾十元 即是他要賺錢 有什麼所謂 是的 這些是成本 是吧 貴幾皮 就貴幾皮 就是五分鐘 是吧 他只要賺得回 其實幾草 幾十元的事 對 幾十元 那你賺得回 有什麼所謂 是吧 所以其實你根本 這個是借口 不要相信他 這個是借口 講到尾其實都是想 監控 威嚇 很簡單講 是啊 香港現在過千萬個 手機電話號碼 是 我又不相信你真的可以監察 是吧 你都是有事才找 是吧 同樣道理 即是那些太空卡 我想到時一定有很多人用 是 就是各種理由 用完之後 你要找的話 你便找 是吧 我會覺得 作用甚微 不過叫做 做些事出來嚇嚇你 向爺爺交代 威嚇客的社會 現在整個政府 就是管 以威嚇來管治你們 是吧 威嚇威脅 以恐懼來管治社會 是 他不靠恐懼 就是靠威信 是啊 他修復不了你香港人的心 修復不了 是吧 那你現在就搞這搞路 就算你現在搞了什麼安心出行 你打算其實進一步就是搞健康碼 是啊 但是你現在看到的反應也是很差的 這些就是一廂情願 即是你現在就是在這個 政府的大樓 即是逐漸地恢復服服務 但是要用安心出行 才讓你進入 但是你現在看到 其實那個反應也是很差的 是吧 你看到現在的蘋果也好 我們自由亞洲電台也試過 是吧 就是 很多人都說 還沒聽過 不用用的 是吧 事實上 這些就是一廂情願 是吧 即是覺得這些是你所 這些很想當然 是吧 即是你現在更好笑 其實他們不知道 其實他們依然是這樣 他們那件事 是 即是你等於你看到中聯辦 中聯辦 現在你傳出來 就是昨天傳出來 就說大改 大換班 大換血 但這個大換班的說法 就是他就說 其實是換成一半人 對 很誇張 是 因為呢 其實他就說 零一怎麼說呢 他就說 零一他就說 現在呢 中聯辦的編制是480人 是 現在他換了一半人 其實已經有些人是換了 例如是哪些呢 是那個什麼 宣傳文體部的原部長 李海棠已經來的職 即是去了紫荊那裏 做不知什麼的編輯 那些 但他現在換下來的那個 其實是去年 11月的時候 已經是由政法委 空降進來的 這些副部長 鄭林 是 他就坐了他的位 現在呢 他就說換 就不只是這些 這樣的基層 其實這個換班 新潮主要就是說 要年輕為主 是 而這裏他要換那些人 有基層 有一些領導的部級 就像那些宣傳文體部那些 因為他現在換了一些年輕人過來 他就說 來自中國大陸裏面的五湖四海 他就說 這些人 是 和香港是沒有交集的 就說 目的就是 以全新的角度 和方法 就可以更加客觀 和更加科學的分析 香港的問題 就是 幫助香港 處理不同的政治 和經濟民生的問題 這樣 就是說 以前就是和你搞政治 現在不是 以前就是和你剪彩 那些東西 就是那些 北上訪問團 那些 就是 大學裏面都會搞交流團 那些 現在不政治 現在叫你處理 還有那些經濟政治問託 這個其實就像 十幾年前 中聯辦的曹二寶 第二支管治隊 現在就成形了 現在他就找一些 在香港裡面是沒有經驗 沒有交集 純粹叫做年輕 但是這些年輕人 他就覺得 可以做到更客觀 更科學 用全新的方法去管治香港 其實這種換人策略 你看到 換港澳辦 和換中聯辦 兩架頭 都已經是這樣的 當時已經有一個說法 要擺脫過去 港澳辦系統 那套 以香港通 來處理中聯辦事務 所以你看到 夏寶龍也好 諾惠寧也好 基本上和香港沒有淵源 是 只不過他是 習主席的人馬 是 所以其實這種換班 其實在換了港澳辦 換了中聯辦 之後已經開始了 而這種換班 甚至乎這班人 很多人都不懂廣東話 一來不懂 二來我相信 他們對香港的情況 都不太認知 你看駱惠寧出來 下了香港之後 那些年紀 講了幾次公開發言 講那些說話 有他落區的 但落區那時候 他做的表演很噁心 噁心 因為你不懂香港 你不懂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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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那些劏房 旁邊又做些什麼 做些國旗 做些國旗 你做出來 你不懂香港 你以為就很客觀 很科學嗎 你要想一下 民情問題 你要想一下香港人的感官問題 你要做秀 你要做秀 當然想令到自己中央在香港 那個形象是變好的 你不懂香港民情 你又怎能夠 一廂情願地 你做這些爛秀 是可以令到香港人 對中央歸順 他這種爛秀 就很大陸式的 是啊 這種大陸式爛秀 在大陸就 大陸就大家拍掌仔 他來到香港就照做 因為他根本不懂香港 你不止那一次 看他幾次發言 是 你要發覺 完全不知道香港是什麼 是 純粹是執行 中央那套 就是 強硬警察 講這些說話 全部都脫離現實 你想一下 他們現在 這年紀以來 講過幾多句說話 令你有印象 沒有 是吧 不用說了 還沒說過 是吧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 就是 用這些換班倉式 以為可以有效地解決香港問題 其實是錯的 當然了 現在我不知道要換什麼人 他說用一些 年輕一點的 有些新的思維 新的角度 那我就 積本看看 是吧 而且老實說 如果你說到 什麼都要你搞的話 那中央聯辦 不單止是聯絡機構 是啊 他現在就是 就是教師師傅 是啊 他現在就是 第二支管治隊 不正是成了刑 但是這個說法很明顯 和《基本法》的說法 以至 你看回當時 中英談判過程 裡的很重要人物 姜欣署 姜欣署寫了一本 中英交手那段時間的回憶錄 他裡面講得很清楚 對東聯邁的角色 是 講得很明顯 是不可以干預香港事務 沒錯 你現在這個說法 完全就是自己推翻自己的說法 對 接著派一群人來解決問題 我覺得就 拭目以待 我不覺得可以解決問題 以前廖輝 廖輝其實是 過世 以前廣澳辦主任廖輝也說過 香港就是一團矛盾 而這一團矛盾 其實你一定要 考驗你自己的統戰 或者你代表的統戰 至少是平衡不同的利益 是啊 以前我們經常聽到 政府官員 去推銷任何政策都好 他都要說 一個很重要的說法 叫平衡各方的利益 是啊 這個就是以前過往 一國兩制 原原先先一國兩制 原執完美一國兩制 尤其是你當香港是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 你必須要團 你是必須要平衡各方的利益 是 因為本身香港就是一個 國際都 國際城市 很多不同的國際勢力 你現在不是 你現在就把這些國際勢力 本身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 當然是有國際勢力的 大佬 是啊 你就很排斥 是吧 然後呢 每個人都是 其實是 你就是很敵視的態度 是 甚至乎你看到 你說這個什麼 就是你看到 這個 大公報 大公報 最近去討論 梁振英 是的 梁振英和林鄭的路線之爭 梁振英就說 現在你搞這個什麼就可以了 搞這個協商就可以了 搞協商 英國人又不會說我們違反聯合聲明 是吧 其實我心裡想 你的care是聯合聲明的嗎 你不是說聯合聲明 已經是歷史文件嗎 是吧 一時一讓 你用什麼做事 是吧 那當然 其實我 我當然已經明白 他們心裡想什麼 反正其實 現在一國兩制 正在做大手術 正在做整容 正在做 不只是整容 其實 是整瓜 是的 你現在是大執 在大手術 是吧 根本上你不care 別人說什麼 其實現在別人說 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你不是一個戰狼的口吻嗎 又說違反國際 什麼國際法 以及國際基本準則 來來去去幾句 粗暴干預 這個中國內政 是吧 你不care什麼 然後你現在 這個大公部 就在那裏撐梁振英 說 是時候告別西方的 西方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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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佬 選舉就是西方價值 他現在是這樣的 將所有問題 標籤 不過西方兩個字 他們覺得可以排斥你的 是啊 講來講去 就是想自己那套 共產黨那套意識 和那套專權制度 成為唯一的制度 唯一的價值 就是這樣簡單 沒錯 所以如果這樣說的話 大哥不如不准香港慶祝聖誕節 晚聖誕節 不准你扮鬼 你不可以 香港有一個很龐大的 就是 為數不少的海外社群 只是加拿大 值都30萬人在香港 計算起來的話 現在估計過百萬人 有雙重國籍 你都未計算BNO 你是不是可以這樣做 好了 現在你做這麼多事情 你說聯合聲明是一個歷史文件 接著你在聯合聲明裡 找到兩個字出來 叫協商 大做文章 大公佈 接著他呼應 那你就試一下 我覺得講這個說話很簡單 就是 他簡直是沒有信心 就是說 就算現在這種被操控的選舉 他都沒有把握 拿到夠票數 拿到這個特首 所以才找到協商 協商是有機 說這些說話 協商就是 關閉訪門子 就是 講這些說話 今天是蔣他人自己滅起威風 就是自己認到低位線 就是 告訴別人 我如果選舉的話 我就不夠票 就算不夠 就是唯有協商 因為你要看到 其實現在 為什麼你要對著區議員和刀霍霍 為什麼要對著區議員抵禮 就是因為現在區議員裡面 如果你說去到選舉委員會 就是170票的票 170票 是啊 這麼厲害 那你現在 立刻沒有100多票 然後你現在 九月 如果你真的選立法會的時候 你到時又輸到開行 那又怎麼辦 是啊 那那裡 那中央當然沒有信心 是不是 但是你現在好笑 你又說 這個國安法 又穩定了香港 又說告別黑暴 又說現在又穩定 是不是 香港已經重回正軌 什麼什麼什麼 又得到500萬人的簽名支持 說到連這個 匯豐CEO都相信 那個CEO真的很笑 是不是 你說到連那個人都相信 是不是 我敢說到好笑 是 那好吧 你既然是這樣 大哥 你應該很有信心才是 是不是 怕什麼 怕什麼選舉 你現在沒有自信的程度 就是你對著現在英國佬 英國佬他已經做了給你看 你不用關心英國佬 介不介意你說違反聯合聲明 他已經覺得你短短幾年間 已經三次違反了聯合聲明 是啊 你現在你搞這個協商又如何 就是這些 其實說真的 就是叫做 喂 一件屋就兩件位 是吧 做開就不怕做 做開就不怕做 是吧 你已經不是黃花歸女了 是吧 已經是一股氣味了 是吧 已經在這個波蘭街擺檔 你還當自己是什麼 是吧 就是很簡單 喂 你現在 你英國為什麼現在 你現在開放這個BNO 是的 我們看到今天就很多人去討論 是的 現在BNO 其實昨天我們看到 約翰遜 是的 其實就已經是 在國會那裡有個演說 就在那裡說 很驕傲 很驕傲 是的 他說很驕傲 其實是去給香港人 一個扶嬰的途徑 是的 以及去申請這個BNO 那個移民 是的 現在那個申請就是這樣 分兩期的 是的 第一期就是1月31日 就是明天開始 其實是星期日開始 就是可以申請的了 那申請完之後 那你就要去北角那邊 就要登記那些 就是指紋 那些面容識別 那些東西 除此之外 你可以有兩個做法 要麼就是等到2月26日 2月26日 就是你網上也可以申請 是的 如果你自己BNO裡面 已經有生物特徵 這些東西的話 那就不需要向2月23日 這樣說 2月23日就可以申請 那樣東西 是 一家人可以移民 是的 是的 但是現在 就似乎 那個細節來說 我覺得它是 它沒有之前放風出來 那麼鬆的 是的 因為它現在放風 它之前放風出來 就是講到 如果你在香港出生 你沒有BNO 即是你沒有申請的BNO 都給你去 連18歲以下子都可以去 是的 現在沒有 現在它還沒有說 因為那細節 還要等它過兩天正式公佈 是嗎 現在初步這些風 就不是很完整 聽不到 現在我們只看到一個 叫做申請資格 至於申請資格來說 其實就是 你有BNO 以及它的 是親屬 是的 還有就是 它有這樣說的 還有就是 它有三種證件 是 所謂BNO護照的持有人 以及家屬的受養人 你就算沒有有效的BNO護照 都可以用特區護照申請 是的 你合資格就行了 是的 你合資格就行了 其實你起碼在英國內政部有你的記錄 是的 沒錯 第二就是 它亦都這樣說 就是說 它說英國 即是這個BNO 以及特區護照 特區護照的持有人 我想就是剛才所說的 你沒有BNO 但你以前申請過 在內政部你有記錄那一種 以及EA 即是EA的護照 即是歐洲經濟區的護照 都是可以適用的 是的 現在主要你要付錢 付錢就是你那個叫做 國民的NHS 其實你可以選擇的封劍尤人 如果你兩年半那隻 你最低消費 那你就先付一千五百六十磅 你成年人買 即是如果你說一家人介 你至少兩大一世的 就算起來 其實你那裏也有五六萬左右 再加上半年的消費 是的 那你就看看 那你那裏 即是你小極也有二十萬 是的 即是你現在計算極 其實你也有二十五萬 那就可以過去英國 是的 是的 那現在是這樣的情況 那林鄭呢 她說早兩天 她接受這個彭博的訪問的時候 她都好整以下 她都不是很緊張的 她的說法就是說 那她不覺得 她不覺得很多人會申請過去 就適合以待 首先 即是香港的醫療系統就很好 醫療做得好 但是她就不知道 哈哈哈哈 現在國安法 現在搞到 又要清算那些醫護 搞到現在有十分之一了 好像有一半的 有一半的護士說想移民 是啊 十分之一已經在做事 正在做事了 另一半想移民 是啊 現在你說的所謂 香港醫療制度很好 就是靠什麼人 是靠這些人 就是靠這些人 醫護移民是容易的 是啊 哪裏都要 哪裏都要 全球都喝球 是啊 是啊 最多你過去讀一些書 下課的時間 是啊 你想一下 現在 中央政府 你說一些黨媒 什麼文匯大工 那些 說林鄭在那裏辦公 在那裏辦公 在那裏辦公 沒有戰時思維 以打工心態去處理 其實對著BNO也是打工心態去處理 你見到她現在很整意 都不緊不張 你見到她管 這件事情 她之前都說過 配合中央 配合中央 因為這裏不到她決定 是啊 事實上老實說 她自己也曾經有一個居英權 她老公和她的子女 都是英國護照 不過為了做特首 就回到北京 所以現在就慘了 現在連信用卡都沒有 哪裏都不用去 她現在是一種敵視的態度 香港人 她說你只有你們多少 她就配合中央 她是這樣的心態 至於你說現在 英國那些具體細節出了之後 大家會清楚知道 或者較容易評估到 有多少人會走 不過我覺得 最近有些研究都說 有成 至少有15%香港人 是有很積極地考慮移民 這個想法 15%都不少 過百萬人 已經 很厲害的 750多萬人口 15%就是 110多萬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你看 你要看究竟現在 樓市裏面有多少沽盤 其實是一個最先行的指標 暫時都未見到很清楚 你看樓市有多少沽盤 因為其實你 你一筆錢去移民 你也要先賣香港的資產 是的 所以你從沽盤那裡 其實你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尤其是中產 是的 中產你已經有一班 即是名校已經有指標出現了 名校 有空位 英基都失不及學生 聽說 是的 所以你看到這些事情 當然 你香港的傳統官僚 其實當然知道 譬如 你看到很多金融機構 陸續撤出香港 現在那些證監 金管局 假裝不知道 是的 他不是假裝不知道 他自己打電話去問 問為什麼要離開 這些假裝不知道 其實 其實不用問 你自己不知道 你自己心知顧問 一早就說了 其實是 老實說 你對於那些基金經理金融機構 你看到虛智峰的個案 你還不走嗎 是的 隨時封你戶口 封你戶口 再聽到匯豐的CEO 上了國會的說話 他說有幾百萬人簽名支持國安法 你還不走嗎 所以你現在是好笑的 你又是邱騰華 邱騰華 其實這是邱騰華應該去理的事情 是嗎 是 是 即是你當這個商金局局長 你都算是敗家的了 在你任內 即是沒有了Made in Hong Kong 這個牌頭 是的 第二 現在你看到 你現在那裡有多少個金融公司 其實那裡已經是不少的 其實是 走了很多 我看到這個 就是蘋果的西環集中營 其實也有去講過這件事 他就說 有一些金融業人士 就向這個專欄的作家報料 就是說 其實 其實不用報料 日本經濟新聞已經有報道 是的 美國的投資管理公司 好像巴林集團 先鋒集團 還有這個叫彩衣傻瓜 這些已經陸續撤出香港了 是去年6月的 去年6月的時候 已經有52間的銀行和金融公司 以及24間保險公司離開香港 你猜這個小野 全都是保險公司和金融公司 他們全部都是 其實去年大概10月左右 已經有個說法 就說 40年來 40年來 香港未試過 甲級寫字樓的空置率是這麼高的 是的 這個可能更早 你所謂的樓盤 即樓盤有很多現在的人走 都不想太張揚 所以最近有個個案 說上飛機前一天賣成 也有這個個案 但是 國際企業 保險公司 金融機構走 他真的說走就走 說走就走 你看到去年10月已經傳出的說法 原來香港未試過40年來 那個甲級寫字樓的空置率是這麼高的 這個已經一頁支抽 你到了今時今日 你可以賴到程度 但是今時今日 你去彌敦道 你去旺角 你去尖沙咀 特別尖沙咀 都橫後街 後面街 可以一辣 四五間店都空了 是的 沒錯 所以你清楚那個零售 已經死到死了 已經差不多了 你還有限聚令 六點鐘不讓你吃飯 這些事情 其實很多食肆都是玩完了 基本上 所以 你現在 健身中心 美容院 酒吧 全部都業界 千萬一出來喊救命 所以 有部分固然是跟疫情有關 有跟限聚令有關 但有部分也不能夠排除 根本整個消費信心就很低 也有很多人 他都不消費 他儲彈藥 現在我要走 我還跟你在這裡消費 沒錯 結果 百業 就算疫情不太差 也好 其實都會萎縮 所以 基本上 你講這些 扮什麼無知 人們走 人們為何走 這些說話真的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其實你有很多 暗湧 你看不到的 正正就是 剛才西環集中營作者所說 他就說 有些公司擔心政治風險太高 又怕高調 怕惹麻煩 所以 將香港的地區總部的功能 和人員 已經轉為新加坡 和上海 因為很簡單 就算新加坡和上海 這些地方 它自己本身封閉也好 你是知道它多封閉 沒錯 大家是預測的 上海 就算它封閉也好 就算它自己本身 你沒有那個資訊自由也好 人家的成本沒有那麼高 你根本就是 香港現在你立了國安法 就不值那個premium 就不值那個價錢 沒錯 很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 你還扮什麼上菜 是不是 他還在《施政報》說 要振興金融中心地位 我覺得是笑到抽筋 你現在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破壞香港社會的國際性 是 都是摧毀金融中心的基礎 接著你就說 金融中心的前景受例 即 即 即如果他真的相信的話 就大傻瓜 嗯 他不相信 你相信他就是大傻瓜 大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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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他就是大傻瓜 是吧 就是這樣騙人 所以等於這些官員問人 為何要走 就是做足場戲 問一下你 有得交代 是吧 但是就是說 不用問他都知道 金融機構撤走 美資撤走 日資撤走 這個不是今天的事 是 國安法之前已經開始了 國安法之後更加加快了 是吧 所以你說沒用的 你現在又有許智峰這些個案 有匯豐 有匯豐CEO過去這樣說話 是吧 那我覺得就是 再加上現在 就是 突然間封區 突襲小區 這些行為 嗯 我覺得就是 還有那些奇妙的事 連大妻婆都不放過 神經病的 根本就是 是啊 大妻婆都不放過 就是過去一年 大妻婆也好 小孩子也好 那些照打照禁的 是啊 這樣的環境 記者就不用說了 是吧 教師就受迫害了 是吧 在這個環境下 你沒辦法的 譬如 昨晚封區 有個個案 說人家在黃店裡打工 嗯 你又不拍門 又不姓 他躲在裡面 沒有出來 接著今早一開門 就被你賺出一張告票 每人罰五千 神經病 這些就是迫害 這些就是看著你來按 我覺得這樣的施政 你只會令到香港 就是僅餘的價值 都盡快給你一筆過 沒錯 而且現在那些 共幹在香港的膨脹 是很誇張的 是 補充一點 其實呢 我們剛才說的 中聯辦大換班 其實一定是沒有這麼少人的 其實你說的編制是 因為現在 你零一放開的消息 就是說 你現在的編制是480 但是你中聯辦 香港的編制 哪有這麼少 有一個單位都不知道這個數 這個其實是在信報 余錦然 其實又說收到封 他收到封的意思 就是說 其實 不完全正確 他說有人事變動 交替都在進行中 但是 其實 當然 你說現在 現在 他除了 就是那個 剛才我們說的 那個 就是 這個 民體部之外 有變動之外 其實他還包括一些 他又很喜歡 現在找下來的 那些 除了你是 政法那些 政法系統那些 還是找公安系統 是 譬如他就是說 現在那個福建省 那個葡田市的副市長 以及公安局局長的陳藍 其實之前南下 其實也是出任 這個 中聯辦的 警聯部的 部長 做警聯部很嚴重的 因為做警聯部 很多時候 就跟國安法有關 其實你之前做警聯部 去做國安公署 那個人已經被制裁了 沒錯 那就是 你現在 就說 那個 480人裏面 其實這個編制 其實是不太準確 因為 事實上 一定是多 他就說多 就是這個信報 收回來的消息就是多 其實我們也有個 大概有個 知道的 因為 在這個 眾志 去年4月的時候 做過一個調查 就是說 其實他那時候可以查 現在不可以 他就說 中聯辦在香港 持有的物業數量 是有 七百幾個 七百幾個 如果你說 自住宅數量來說 是 七百二十二 很多都是 兩訪單位 那你就乘回二 那裏 那裏是一千三百幾個 其實就是 你保守估計 這個兩年前的數 去年 就是 這個 就是 眾志去年2月的時候 他查冊回來的數量 就是 七百二十二 你想想 過了 反送中之後 會不會 不再 不加人 一定加 其實 我估計 你現在那裏的人數 沒有一千五個 沒有一千六個也有一千五個 其實 你還加上 國安公署那裏 整個酒店 本身是 那裏住很多人 他現在不做生意 那裏又是一群人 其實 所以其實肯定 就不止四百八的 不過 而且有些單身的 就幾個人住在一間屋 我知道 以前就是這樣 有幾個小數 都帶了家卷下來的 但是 你就當他一個單位 一家人 那就七百幾 單位就算七百幾 沒錯 而且現在你專門找一些 不知道港情的人下來 連廣東玩都不認識的人下來 就是說 他現在就是想 還要搞民生 你現在你搞這些 中國式抗疫的方法 其實這些就是已經在做 預演給你看 現在你搞那些 健康碼 安心出行 那些他不做諮詢 他不需要理會 你香港人怎麼想 他直接用 那其實為什麼可以直接用 其實這些就是 其實他現在 他將會下來做的 就是粗暴地 起碼在政治上面 就行一國一制 將國內的方式 就是套在你那裏 你沒得選 那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因為其實現在 我記得01他都這樣說 就是已經搞定了 你現在的反對勢力 現在就去到一個改革的新階段 是吧 那這些就是想當然 是想當然 你覺得就是 香港你處理完 搞定完 香港的泛民 那些獨派 那些走的走 是吧 現在呢 或者有那些官司在手 是吧 你都不敢亂作反了 是吧 那現在就是時候 現在就是在政治上面 行一國一制 這些也是自說自話 老實說 你看看民調結果 你就知道 過去那段時間 雖然市面上沒有了示威 沒有了遊行 但是香港人對中央政府 對特區政府 對官員 對現在香港現狀的 那些評分 反應 是沒有改善過的 那五個 所謂社會指標 安定繁榮 政治 民主 自由 那五個指標 是破了 1992年以來的新低 所以其實 你以為已經解決問題 這個就是自己騙自己 是啊 我又覺得 其實他那個 assumption 就非常之幼稚 是 就覺得就是說 因為有領袖 因為有一些群眾領袖 走出來 教壞你 是 洗你腦 那你才對這個政府 又離心離得 就是這樣 然後你的媒體又黃色的 社工又黃色的 是吧 記者又黃色的 記者又黃色的 教師又黃色的 我搞定這些人 你就聽話 然後就要恐懼管治 最簡單 你看看 第一區 有九十幾戶沒有開門 第二個區 又是有九十幾戶沒有開門 那你 只有兩個題目 第一 香港原來有很多空置 很多空置 沒有人住的 消極抵制 第二個原因更加關鍵 那些人不理你 不理你 這個不理你 也不是第一次見 上一次 找那些國內專家 來大龍鳳 搞劫 延遲了兩次 被人重複再檢 都一百萬人多些 你現在疫苗 一半人說肯打 只有三成肯打 各藥 又說明一切 你去鳳區 有三分之一住戶 不理你 那種擺明 就是在民間社會 那種不合作的情緒 是更好普遍地離蠻住 你以為黎智英 抓了黃之鋒 就沒事 這真是很自欺人 這做法 嗯 現在你以為 政治上 就是選舉上 告別西方模式嗎 西方價值嗎 現在你全面地 在民生經濟上面 都行中國模式 老實說 你不就告別到夠了 你怎麼告別 關我屁事嗎 香港人 你告別什麼 我都不會放棄那種對自由 民主 問責這些普世價值的堅持 所以你不就告別到夠了 就是你又奇怪 他又矛盾 走又不讓人走 是的 但是又強求 就是有祈求 要你乖乖的聽話 是啊 就是想當然的 真的好笑 這些就是誤判 所以我經常覺得 你習近平林鄭 全部都是有認知障礙的 大哥 你真是這麼簡單 你真是以為 有些泛民的議員 那些壞人 其實是教壞你們 你才會這樣 所以你見到現在 我經常都說 現在情況變成這樣局面 你看立法會 但一個人都召開會 真的好笑 然後政府的官員 公務員不給出聲 傳媒要禁止你 即是你搞到怎樣 搞到整個香港社會的政府 先 變成一個庇護工場 是 全部都弱智在裡面 是 全部都蠢人在裡面 是啊 你用弱智工場 來捲治香港 現在是 那就做下去 是啊 好 我們這節時間參加 我們明天再來 我們再說一下這個 我們再說 由BNO引申到那個 其實那個中英關係 還有現在拜登上場之下 是 那個中美關係 我們探討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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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好 ?",